理財分判中,財路自然通,理財分判中,林修榮 雖然聯邦政府有各種法律去保障消費者 有時大家同商戶或者信用紀錄公司打交道的時候 依然可能會遇到以下這些不合理的情況 好像銀行或者信用卡公司將錯誤的資料報給信用紀錄公司 令到你的信用評分受損 雖然你已經通知了銀行或者信用卡公司 但它一直都沒有去做更證 另外一個情況是,信用卡公司在沒有你同意的情況下 擅自去拿你的個人信用紀錄,令到你的信用評分降低 又或者你已經多次通知信用紀錄公司 要求更證錯誤的信用紀錄,但它一直都沒有做修改 又或者追訴公司不斷向你追收和你無關的債務 你通知它之後依然不放棄追討,甚至還恐嚇你 或者繼續不斷打電話到你家或者工作的地點 或者騷擾你的朋友和鄰居 另外還有一個情況就是你歸還欠帳之後 商號沒有將這個紀錄報告給信用紀錄公司 遇到以上這些不合理的對待 假如你交涉無效,那就只有兩個途徑應付 一,是向政府有關部門投訴 但是這個辦法通常都沒有什麼用的 第二,是利用小額前債法庭去控告對方 迫使對方合理解決事件 我是林修榮,下次再在理財分分鐘見面